北京时间8月11日,中朝零散继续进行,满序复活的广州恒大可唱挑战自己的苦主长春亚太,之所以称之为苦主,是因为亚太常常更士气,正望的恒大必偷袭。 当年恒大冲超后的第一场败仗,以及曾经的赛季双杀恒大,也是让恒大十分的难堪,果不期待比赛一开始,就拉开了一场跌当起伏比赛的序幕。 刚开始亚太的王寿廷在和杨丽于争抢投球过程中失去平衡,重重的摔在了地上失去了知觉。 看到这一幕,恒大的球员和队一第一时间队王寿廷进行了旧自示发地点在恒大的屁股膝盖。 随后队一教练,裁判都第一时间呼叫了救护车,只见这种转越用的车,姑且叫救护车把进入赛场。 面对已经失去意识,情况严重及时入院的王寿廷,这辆救护车开不了门了,你没有听错司机开不了门了。 而亚太的队员也纷纷去询问司机,在耽误了大约两分钟的时间后,终于打开了门,顺利是离球场。 在祝福王寿廷的同时,我们不禁要问这就是价值八十亿的中超应有的配置吗? 我们有世界一流的外援,一流的球场,但我们还差得很远。